許多民眾都有網路購物的消費習慣 但真假貨真的層數不窮 民眾投訴說跟同樣從事代購的朋友 買了法國精品包 卻發現一次買到假的嗎 通過其他消費者反映 發現同樣問題的至少13人以上 總金額更是超過百萬元 投訴人拿著兩個代購買來的法國精品包 來到二手店驗貨 一聽到關鍵字喊話不收 而且材質 字體 細節都有問題 心量了一半 我這邊的客人至少就12 13位 我這邊應該有100多萬 也從事代購的他 自己花了超過12萬元 買了三個精品包 都被認為有真偽問題 經過客人反映發現還有其他人受害 總金額破百萬 而且質疑對方早就知情 肯定是他知道有假 或才會說他有真有假 因為如果你真的不知情的話 怎麼會跟你講說有真有假 從他提供的對話紀錄看得出來 對方表示有人拿真假貨給他 承認賣出的包裡面有真有假 投訴人也回應有兩顆包確定要退 同行的有在就諮詢身邊的律師 然後也會陪同協助陪同所有有購買的客人 就是一同備案或什麼的 因為他這裡已經算是巨額詐欺了吧 看準兩人認識超過七年 而且對方都穿戴名牌又常飛出國 才會拖他代購 但真假爭議越演越烈 對方卻傳訊息怒轟 已經賠償72萬元 但客人當下都沒把有問題的包款收回給他 但投訴人解釋大家都先匯款 根本還沒拿到包拿什麼還給他 看這個邊焦的部分的顏色就已經不對了 他原廠是很光滑很亮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法斯文 一扣在LV的包包裡面是沒有這種字體的 不太容易這樣掉色 業者一一點出看包細節 律師也提醒販賣假貨最高可能得坐牢七年 品牌商是可以跟這些賣假貨的人 求償到這些商品的零售價格最高1500倍 刑法的339之4加重詐欺罪 來請求這些賣假貨的人 處於一年以上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實際求證遭投訴的賣家截稿之前 並沒有任何回應 但真假爭議牽扯百萬賠償 就怕再多錢也無法弥補受創的消費者信心 記者綜合報導